我个人没有特朗普总统那么乐观 我对这个超好问题的解决呢 实际上我个人是相对比较悲观的 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不会在短时期里面解决 特别不会像特朗普总统一样的 即将就好像很快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达成一览子的交易 我觉得这个是现实的情况 是决定了这种这个过程 应该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但是说是不是能够和平的解决 我对这一点看法呢 我是比较乐观的 我认为超好问题的解决 最后一定是通过和平的政治协商的方式 而不可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的 对这一点我是比较乐观的